这个小伙将女孩拉进卢尾档 两人在露天的单肩配套里 展开了一场死去活来的战斗 然而时间仅仅过去了三秒 女人便甜蜜地依偎在男人怀里 请求男人明天娶她家里提亲 男人正回味着刚才的体验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女人的要求 原来芝芝和陈斌谈了几年的地下恋 可眼看着陈斌成为了城里的工人后 两人的关系就逐渐变得疏远 为了能彻底留住陈斌的心 芝芝甘愿献出了最宝贵的东西 然而此时的陈斌早已变了心 得知两人白天发生过的事情 陈复竟对着陈斌打发雷霆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不争气的东西 我错了 我错了 反正你自己造的孽 看你怎么收场 父亲一心盼着儿子能走出农村 不愿陈斌为了芝芝自毁前程 芝芝浑然不知两人的争吵 还喜滋滋地等待着陈斌来提亲 可当他满心欢喜地打开房门 竟看到来人是临村的大魏王 是你啊 你在干啥 来给你们家拉土 自打四辈救下漂亮的芝芝后 就铁了心要当高家的上门女婿 为了博得高家父母的欢心 四辈懒下了高家所有的重火 高家父母见四辈勤劳能干 对她的好感蹭蹭上涨 奈何芝芝已经心有所属 对四辈的讨好不为所动 芝芝从白天等到晚上 却始终没有等到陈斌到来 直到她跑去陈家询问 才得知陈斌早已回了城 尽管芝芝对陈斌不辞而别很失望 可她的心里还是相信着陈斌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 芝芝给陈斌寄了很多的信 却始终没有收到她的回信 四辈依旧默默给高家干活 每天靠着吃馒头来度日 这天四辈在墙头吃午饭 意外发现隔壁是郭大海家 听说四辈要当高家的上门女婿 郭大海竟然高兴得乐不开之 郭大海热情地招呼四辈来家里做客 还邀请她留在家里吃饭 可四辈见大海的妻子丑发怀着硬 家里还有个丧妇的大嫂 哪里好意思留在她家吃饭 她摇了摇手上满满的干粮袋 拒绝了郭大海的好意 四辈任劳任怨地在周家干活 让周母深受感动 周母劝说女儿和四辈在一起 高芝芝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高母说不动自家的女儿 只得失望地离开了芝芝房间 为了打消四辈做上门女婿的决心 芝芝只能跑去找马四辈 我喜欢你的甘味 让你去找马四辈 马四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